圣灵引导和圣灵感动有什么区别 圣灵引导我们从定义上 圣灵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这是一个更广的概念 圣灵感动是表明上帝引导我们 圣灵引导我们的一种方法 人格性的劝勉 说服 感化 鼓励 那圣灵除此之外 圣灵的引导还有很多方式 圣灵在环境当中 预备环境 上帝借着圣灵护理 支配万物 创造各种条件 使我们意识到做这种事 应该这样选择 应该这样决定 所以圣灵引导是更大的概念 引导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一种感动在我们里面 催促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 想要 愿意决定做某件事情 人格性的说服 催促 光照 提醒